《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回來政治發言人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話題 跟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平日大家回家有沒有記住 你走過每一條街的街名呢 其實很多街的街名很特別 有些有意思 有些沒有意思 當然有些是有特定的意思 有些沒有特定的意思 通常自己家住在哪一條街 大家都會記得 究竟在香港我們這麼多條街 究竟怎樣定義街名的呢 怎樣由一條沒有街名的道路 變成一條有街名的道路呢 通常香港最主要的街道都是分幾類 第一類就是行車 第二類就是行人 第三類就是行車兼行人 基本上大部份香港的街道都會有一些所謂的道路名的 首先說說香港的街道 不要說現有的那些 說說新的 新的街道名我們是怎樣命名的呢 首先當然每一條的如果有行車的 是在路面上面的道路呢都會有命名的 可能以前大家都聽過有沒有聽過T2 一個T字跟一個2字那些呢 那些就是未命名的街道 通常是未起好啊 或者未實際改一個名字 那為什麼會叫T呢 我待會再跟大家說 那麼一條街道呢 我們所有的街道都會有編號的 那麼大家可能有聽過 以前有沒有聽過一些地方呢 用可能是西貢公路什麼什麼地段 或者是 通常這些是比較鄉郊的地方 那裡是十八鄉路什麼什麼地段 那麼這個地段呢 其實就等於我們身份證號碼 每個人都有個人名 那麼我自己叫胡柏倫 那麼我都有身份證號碼的嘛 那麼所以其實地段就等於門牌號 就是一個地方的門牌號碼 那麼除了地段之外呢 如果有些可能有街道名啊 有號碼的那些呢 那麼例如叫做青山公路300號這樣 那麼一條街道 如果是不是很特別的街道呢 你總處是會負責香港的街道命名的工作的 那麼例如會是怎樣呢 地政總處負責的街道命名工作呢 會是首先提出了一條道路的名 例如叫做香港道 然後就會看看這條道路屬於是哪個區議會的呢 例如可能是荃灣區議會的 就會將這條路的名字交給荃灣區議會去研究 或者去過目 那麼什麼要做研究什麼叫過目呢 那麼如果交了給荃灣區議會之後呢 其實就是叫傳閱啦 那麼傳閱在議員之間傳閱的時候呢 如果沒有一個太大的意見呢 基本上我們要過目 就是看過 沒得說通過還是不通過的 那麼 但是如果是議員上面有很大的意見 例如說明明這裏叫荃灣 那麼你就寫灣仔道 那麼可能 這些議員覺得 哇不行啊 不行啊 這樣 那麼就會 希望成立一個小組為那條道路而命名的 那麼道路通常都是這樣啦 那麼大家可能有經過過一些橋樑啊 或者隧道 那麼橋樑和隧道 又是不是這樣命名的呢 大家可能聽過香港最出名的一條橋叫做 鵝頸橋 那麼經常都塞車的啦 那麼但是呢 鵝頸橋呢 其實鵝頸橋的命名就不是由定政總署提名的 那麼鵝頸橋實際上是一條真正的橋名 是法定的橋名來的 那麼 其實哪裏命名的呢 就是當時的街坊覺得 啊這條橋的形狀啊 就是好像一條鵝頸一樣呢 由這個香港仔隧道一路伸出去 去到海底隧道的位置呢 好像一條鵝頸一樣 所以呢就叫它做鵝頸橋 當然啦 當年就交了給那時的district board 就是區議會的前身啦 就去審批啦 那麼 亦都是沒有問題這樣通過 那麼 例如 講一些人行的啦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哪裏叫五仙橋呢 那麼五仙橋呢其實實際上是一個煤窩的一條橋來的 那麼大家如果去過煤窩呢 在煤窩碼頭向西行 不是 向北行呢 會見到一條橋比較短 大概有可能十幾米啦 那麼那條橋呢以前是五仙橋 大家可能知道 那麥窩以前叫銀礦灣啦 那是有河流的 那麼以前呢那條橋呢 凡是人經過的時候呢 都要交五仙給個所謂的起橋那個人啦 那麼這條橋呢 一直都是這樣的 直至當年呢 政府就取締這些這樣的叫強盜啦 那就是人家過橋要給錢有沒有搞錯啊 那些是政府起的嘛那條橋 那之後呢這條橋仍然都保存了 那那條橋沒有名字 直至最近 就是近幾年啦 那有人提議啊 不如為了一條橋改分條有些名義啦 可以叫它做五仙橋啦 那因為你每個人過橋都要交五仙給他 那當時呢就是由一些市民提出啦 或者是一些民間機構提出啦 那就向分地政署提議 那地政署一向啊 跟分程序就是 啊 交分給來到區議會討論啊 那那基本上香港的街道 新街道啦 或者現有的街道命名的時候呢 都是根據分這些的程序的 那啊 講一下如果 就是香港我們平時 嗯 起一條新的道路的時候會怎樣做呢 那我們平時可能聽過一些道路叫做 JJ2道 或者ACR07道 JJ7啦 那是一條道路名來的 我們最可能平時聽得最多就是T2啦 或者是這個SK1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同的名字呢 那實際上呢 原來香港的在街道命名之前呢 我們每一條道路都會有一個所謂的編號 那有一個是七個位的編號啦 包括英文字母或者數字 也有一個我們叫做未明明式的簡化編號 那未明明式的簡化編號呢 最主要就是有一個英文字或者兩個英文字 再加一個數字啦 那啊 或者再加幾個數字啦 那為什麼呢 那我們平時會看到有T啦 L啦 D啦 D啦 J啦 或者是S的 那這些呢 就代表了不同的道路的作用 例如T就是主要降渡 主要降渡是什麼呢 就是可能每分鐘汽車流量超過某一個數量的價次啦 它的作用是連繫一個區去到另一個區啦 有特定的用途啦 就是不是說沒有什麼特定用途 就是在這條橋出來給多些車行這樣啦 那這些呢我們就通常會叫T路 T什麼T物啦 就是用來分辨不同條 你沒有理由條條路 啊這條人叫T 那條人叫T 條條都T的嘛 是不是呢 就是什麼T啊 是不是 所以就會用T1 T2 T3 這樣去分別 那有些可能比較上是鄉村一些 或者在一個城市法子裡面是比較小的路 我們會用D D D字頭 我們可能最近見過有DTW1 DTW1的解釋就是 小型道路位於荃灣區1號 DTW1 那有些叫DSK1 就是小型道路西貢區1號 第一條未明明的道路 那當然啦 你例如可能1號未明了 DSK2我們不會改名作DSK1 那可能之後又在這條新路就叫分成DSK1 那J J就是教會處 很多人都會說 啊什麼交會處有名的嗎 那大家可能平時見過一些我們叫回旋處 有些回旋處的確有名的 那例如有些什麼回旋處是有名的呢 就是有個名是給個回旋處 例如我們有沒有聽過 新界西北交通交會處 那新界西北交通交會處 實際上是真的有很多條道路的連繫點 位於集合在一起 包括有長青隧道的出口 丁九橋 丁九橋 青馬大橋 和這個青朗公路 四個地方不同的去日 不同的目的地 集合在一起的交會處 所以不會特地有個名字 可能比較小 小型 如果是需要改名的 或者用來做道路一些刊憲工程 我們通常會用J字頭 J J J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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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我們有J17 J21 等等的不同的名稱 就代表這些 另外可能我們會見到有時候有L L又是什麼呢 L其實是Local的意思 什麼是Local呢 簡單來說它就不是一個小型的道路 是一個中型的道路 包括什麼呢 它的道路的存在是可能連接著 幾個不同大的市鎮 或者鄉村 甚至是幾個不同的地方 例如舉個例子 可能連接著灣仔 銅鑼灣 天后 連在一起的 那些就是L 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命名 當然也有其他的道路存在 可能也有其他的命名方法 但是最主要就是用分這幾種的命名方法 去為香港的不同街道去做命名 有些人會問 為什麼一條道路 不一落實就給個名字 好像T2 其實就是中環灣仔繞道 為什麼不一落實就開始改名呢 為什麼不什麼什麼就這樣呢 其實原來在香港道路的設計上面 所有的道路是什麼時候改名都可以的 甚至上你說你只是規劃中的道路 都可以改名 早在香港道路的歷史 早在大概1764年的時候 就已經存在了 開始當時是有些 其實已經有人在香港住了 有些人已經為一些道路改名 當年很多時候我們會見到 有些名字是比較上是類似的 例如當年的香港 只是計算17多年有幾條第一階第二階 以前的人不聰明 一階二階三階 可能去到第二階 又是一階二階三階 去到那裡可能叫做 甲階月階丙階 每個村落都是這樣改名的 開始去到 英政府開始 以主權形式擁有香港之後 就正式設立了一個叫道路明策 為香港的不同道路 設立了一些的管理和命名的設施 在香港的道路如是 可能去到之後 北京條約管閒九龍半島的時候 也都如是 甚至你說拓展香港界線專條裡面 講到要租借新界 也都用分同一個的管理模式 為香港去管理道路 在1916年的時候 那時候不知道在做什麼 有當年的官員就說 既然整個香港有這麼多 類似名稱的道路 我們是不是需要去做一個改革呢 有什麼改革呢 以前可能大家都知道 不知道有沒有聽 觀眾是住在西環的 大家可能最熟悉西環的街 就是正街 東邊街 西邊街 第一街 第二街 第三街和高街 那些人說是香港最整齊的道路 原來正街 東邊街 西邊街 第一街 第二街和第三街 他們的弧道是完全是零 我們很少見一條香港的道路 從街頭一直直往往街尾 是完全無阻的可以看到的 可能會彎一點 直一點 那些人說西螢盤這幾條街 是全香港最有規律的幾條街 以前不是叫東邊街 不是叫西邊街 也不是叫正街 可能早在80歲左右的婆婆 可能會記得以前一條街叫中央街 正東街 正西街 一街 二街 三街和現在高街叫四街 1916年的時候 為了方便不同的道路重新命名的時候 就將中央街變成正街 東邊街 西邊街 第一街 第二街 第三街和高街 當然有一些道路是真的根據地形去命名的 例如山頂道 例如街市街 是根據一些道路的位置的地方 或者是道路的形式 例如灣仔道在灣仔 銅鑼灣道在銅鑼灣 就是這樣 金鐘道在金鐘 但是我們會有時候見到 有些地方不是這樣的 可能大家經過深水埗 太子一帶 記不記得有很多 陰宙街 通宙街 等等的街餅 因為在1916年的時候 重新規劃道路明清 那時候發表了一本叫做 道路明清重整研究報告 即是很白癡的 無緣無故要將全香港所有道路名改了 重新規劃過 當年有些人不斷地提議 究竟香港的道路名怎樣改好呢 當然除了剛才說的灣仔就是灣仔道 銅鑼灣就是銅鑼灣道之外 有些人提議不如拿一些不同的東西放在街名上 包括有些什麼呢 像剛才說的中國的地方名 陰宙街 宇宙街 等等 中國的省市名 例如南昌街 等等 也有越南的地方名 例如西貢街 除此以外 當年1916年改名的時候 很多人提出以不同的地方名 有時有用美國名 大家知不知香港有條叫舊金山道 在哪裏呢 舊金山道原來是沒有了 這條街名其實已經荒廢了 舊金山道實際上是位於九龍塘的 有不同的街名 你知道香港由一百多年開始到一九九七年 都是英政府擁有的主權去管理香港 當年有很多不同的港督等等 不同的港督我們有時可能為了 紀念這個港督為了香港的一些 封公厚職的時候 就會將這些街道命名為 這些港督的名稱 例如堅尼地 尼敦道 堅尼地城堅尼地街 堅尼地道 或者是 惠逆順敬等等 很多時候就會用了英國一些官員的名 很多的 大家可能平時見過 記不記得有這個 潘咸道 或者是 尼敦道 這些最出名的一些 英國官員名 可能大家會記得 大家有沒有不知道走過街 有沒有見過一些地方名 記住 有一條街香很有趣的 叫做 列士拿地台街 那是什麼來的呢 以前英國人命名很奇怪的 英國人 唯一一條街道命名的時候 就會在一張白紙上面 寫著一條街名 例如 香港其實最主要就是分五類的道路 道 街 里 行 徑 道是最大 所以通常我們會見到 尼敦道 廣東道 這樣 比較長 天尼敦道 我們都會叫道的 那街就是比較窄一些 或者是一些比較少流量的地方 我們就會叫街 例如西邊街 東邊街 正街 那行大家可能 都應該總會有聽過 例如 旁行 等等 里 可能是一些 都是類似性的 是一些再窄一些 通常里我們就會說到 只是只限行人使用的 就是你 那行呢 是不是 京是最小的 那當然 經過時代發展的時候 可能最初這一條道路 是真是人行 可能只有一個人都僅僅行到的時候 可能因為道路擴指問題 令到它變成一條道 或者一條街的時候 但是都不會改名的 好像 例如香港有些地方 明明是有車行的 都是叫京的 這樣 英國 英國有很多英國的港督 命名了很多不同的街道 那除了英國有港督 命名不同的街道之外 還有一大堆的 還有一大堆的 英皇 英女皇等等出現 例如 皇后大道街 維多利亞 維多利亞 大道 等等 那都是一些英女皇 或者是一些英國的 例如白雀道 猴雀道 這些 不過我們看回越來越近香港 越來越近我們主權移交之後 應該由1990年開始 英國政府通常命名的街道都開始慢慢地逐漸取緝了 不是以一些英式為主 例如大家記不記得啟德機場附近有很多道路是用什麼命名的 原來是用一些以前的飛機的型號命名的 例如航美道 航美以前是其中一架飛機的型號 當然現在不會叫做AIRBUS747道 不是 AIRBUS300道 或者波音747道 那這些當然不行了 我想但是以前的道路呢 是開始慢慢是脫離英國政府 哇我們不想這麼英國化 那樣呢 那樣呢 例如沙基瓦海旁一堆的道路名呢 就以一些船的名稱去改的 那去到現代的時候呢 我們開始發展新市鎮的時候呢 就越來越多有些問題的道路出現了 那例如是什麼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去過天水圍呢 那天水圍大家可能記得有輕鐵啦 大家記不記得輕鐵站名是什麼 天榮天族天月天華天稅天 就是天什麼天物這樣 輕鐵站名是這樣的 那些屋邨名是什麼呢 天程村天月村天華村天仲村天富村 也是這樣 原來呢 除了你說輕鐵站名是這樣的 屋邨名是這樣的 道路名也是這樣的 天恩天富天強天德天仲天榮 原來全天水圍呢 有超過八成的道路呢 都是叫天什麼的 例如天富街 天仲路 天富路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會 跟以前不同呢 就是我們 在香港你會問人 啊你知不知道 江樂道中在哪裡 德富道中在哪裡 但是那些人很容易記得 因為名字是很大分別的嘛 但是呢 那些人開車呢 就經常說 最怕入天水圍的 為什麼呢 全部都是天 天恩天強天賦 都不知道天到哪裡 天天都是這樣 總之天天都是天 這個不止天水圍是這樣的 其實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 現在開始改名 例如東涌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去過 有 富東 粵 仲東 街名也是全部都是這樣的 例如機場 還好笑 我們平時人呢 去機場呢 真的去機場 去客運大樓 開車一條路而已 但是可能有些人 在機場島上面 其他地方上班呢 那些真的很慘 航什麼路 航物路 航天路 航空路 航機路 航平路 總之就是航什麼 航物 航物 這個呢 就是新市鎮 一些發展呢 越來越接近 這一種的模式去改名 但是呢 我們逐漸會見到呢 這一種模式呢 由 以前是正在新界 新市鎮的地區呢 慢慢的蔓延了去 我們的市區 那麼市區最出名的 最重要的是什麼新的道路呢 大家記不記得有 什麼場路 什麼場路 情場路 混場路 德場路 大家記不記得什麼 什麼場蜜場路在哪裡呢 什麼場蜜場路呢 全部都是九西 不是 九西沒有讀錯 就是九西啦 西九 西九 Sorry 西九文化區 為什麼叫什麼場蜜場路呢 其實不是長的 其實是澳場的長 為什麼叫什麼場蜜場呢 你猜很長嗎 這條路 當時有人問 為什麼政府要叫什麼場蜜場路呢 又不是吉祥的長 就是中國人貪老禮的嘛 這些東西就吉祥而已 政府解釋 原來這些道路呢 只要接駁西九龍公路之後呢 就會可以直帶機場的了 所以呢 九龍區所有道路呢 都叫什麼場蜜場路 有情場路啊 航場路啊 哇 然後很多人就說 不是啊 距離這個機場 還有20公里路程 你跟我說什麼都叫什麼場路 你真是北場而已 很奇怪 這種改名的模式呢 逐漸就會下來香港 我們看看其他國家是不是這樣的呢 其他國家又真的不是這樣的 很少會說一個字 拼湊另外一些字出來 去組成這些道路 那麼啊 除了我們現在講的命名方式之外呢 原來有很多的名字呢 很奇怪就是 大家剛才講過列士提拿里 大家記不記得為什麼會叫列士提拿里呢 剛才講到不是說那些英國人呢 將名字交了給下屬 然後就處理的 以前香港人呢 很老土的嘛 那些字呢 是由右邊寫向左邊的嘛 那大家認不認識阿列士提拿里呢 那大家認識阿列士提拿里呢 那你試試上網找列士提拿里 然後看看那個R字頭的道路名呢 是不是阿列士提拿里呢 是不是阿列士提拿里呢 以前那條街呢 叫做阿列士提拿里呢 現在呢 變了不知道列士提拿里呢 那香港人真的很蠢喔 那麼 做很多呢就是因為香港人和英國人的分別呢 例如Hammar Hill Road呢 Hammar Hill Road我們叫釜山道 但是Hammar鎚仔喔 不是釜頭喔 那為什麼Hammar Hill Road會叫釜山道呢 那當年就是香港人 和英國政府呢 中間的溝通不足呢 造成很多這樣的道路 那有人問 喂 你說那麼多東西 你對道路很熟啊 那我就回答了一句 是啊 你知不知道最新那條路在哪裏呢 最新改名的 那原來呢 今天呢 就是2011年的6月頭 那香港最新改名道路呢 就是6月1號改名的 那道路呢就叫立法會道 那就是位於現在天馬南 在龍和道通向新立法會大樓的道路呢 就叫立法會大道 那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 下個禮拜呢 我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些 其他政府的政策 或者其他一些好笑的東西給大家聽 多謝 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那這就是阿朗 也要訂了 在哪裏? 很好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